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4号 在比什凯克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 习近平指出 去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 我同总统先生就中医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医关系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愿同一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持续稳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医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要加强协调对接 稳妥开展务实合作 要加强在反恐 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 共同打击包括东医运在内的三股势力 中方支持维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愿同一方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 共同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多边主义 维护包括中医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鲁哈尼表示 一中关系具有长期战略性 一方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全方位发展对华关系 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挖掘双方在广泛领域的合作潜力 一方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错误行径 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合作者 给继续 请不吝点赞 真知肩